特朗普政府近期决定召开国会 根据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 立即推动对约旦、阿联酋和沙乌地阿拉伯 共计22项 总价值约81亿美元的军售 美国国务院在宣告中提到 军售行动目的在于支援美国盟友 促进中东稳定并协助有关国家威慑和防御伊朗的攻击 与此同时 特朗普宣布 将向中东地区派遣1500人的军队力量 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部署有数万兵力 这些兵力分布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 伊朗对面的波斯湾国家卡达境内 还部署有美国乌戴德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也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 加上美国在波斯湾、阿曼湾、阿拉伯海等区域部署的海军作战力量 美国在伊朗周边已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包围圈 尽管到目前为止 白宫内部对于动物选项仍然存在分歧 但是不可否认 美国包围圈的形成 对伊朗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 伊朗总统鲁哈尼近期已经再次就局势做出表态 他强调目前情况不允许对话 抵抗与坚持是唯一选择 鲁哈尼的表态 说明即使已经被美国包围 伊朗也没打算屈服 不过与此同时 伊朗也意识到 主动突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因为如果伊朗继续坐以待毙的话 则美国的包围圈会继续强化 伊朗将面临被全面封锁的危险 事实上 伊朗这一段时间来 一直都在四处出击 目的就是要获得更多国家支援 打破美国的反一同盟 据此前媒体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 已经出访过俄罗斯和日本等国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愿意继续努力 确保伊核协议得到旅行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则表示担心中东局势紧张 安倍政府讯息人士同时对外发出讯息 称安倍晋三计划在六月份访问伊朗 之后 扎里夫又在5月25日抵达巴格达 开始对伊拉克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作为中东区域两个重要的国家 伊朗和伊拉克在以前关系一度不和 但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得到改善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伊拉克和美国也保持着密切联络 目前仍有超过5000美军 驻扎在伊拉克 扎里夫此番访问伊拉克 目的或许就是确认伊拉克这个邻国 不会在关键时刻背后捅刀 在今年三月份 伊朗总统鲁哈尼曾经对伊拉克进行过 为期三日的正式访问 当时双方提及了许多合作协议 包括将双方贸易额从130亿美元 提升到200亿美元的目标 之后不久 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麦赫迪 也高调到访伊朗 对伊朗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双方探讨了经贸、安全、能源、交通等方面的议题 并达成了一部分协议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在会见阿卜杜勒麦赫迪的时候 还直接要求伊拉克赶走美军 显而易见 在美国组织围攻的同时 伊朗也正在加紧反围攻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预计还会持续下去 针对美伊紧张关系 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麦赫迪已表态称 计划往伊朗和美国派遣代表团进行协调 以缓和当前局势 伊拉克的表态再次说明 该国并没有打算卷入战争 对伊朗而言 这已经算是一个好信息了 美国虽然一直在喊打喊杀 但是特朗普政府现在搞得重探亲离 真正有心帮助美国的国家并不多 因此 美国对于动物 其实也是犹豫再三 伊朗正是看清楚了这一切 才敢于和美国应到底 对于